被中国拒绝后,德联斯基访问菲律宾交流经验,一个正在挨揍,一个即将挨揍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属军,欢迎收看严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拒绝和平峰会,德联斯基挑选中国 菲律宾成第二个乌克兰 最近大家交点都在香港里拉对话会上 中美防长在新加坡举行了会晤,就台湾南海问题交换意见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又是一次没有共识的坦诚交流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联斯基也过来了 香格里拉对话会主要是讨论亚太地区安全的泽联斯基过来干什么呢 根据联合早报报道称,泽联斯基还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了演讲 从表面上来看,泽联斯基这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 是想争取更多南方国家的支持 虽然乌克兰得到了美西方国家的支持 但是放眼全球,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明确立场支持乌克兰 西方那套所谓的道义价值观已经处处体现出了双标 对南方国家的影响也很有限,再加上西方的支持也开始越来越少 所以泽联斯基需要拓宽外界对乌克兰的外交和资金支持 并让他们都能参加在瑞士举办的和平峰会 泽联斯基在和印尼总统苏比安托会晤期间见到每个人都说 我们希望你们能参加第一届最高级别的全球和平峰会 泽联斯基正在极力推动在6月15日与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 但是美国媒体已经放风,拜登将不参加和平峰会 美国都懒得参与了,从其他方面来看 他这次是奔着中国来的 泽联斯基还多次呼吁中国应该出席和平峰会 甚至在接受中亚媒体采访时,依据布达佩斯备忘录 说中国必须保护乌克兰 但事实上,中国并不是欠约方 而且乌克兰召开的和平峰会,交战方,俄罗斯都没有受邀 这明显就是一种自嗨峰会 在中国表示拒绝仓会之后,泽联斯基有些破坊 6月3日,有外媒记者向中国发言人提问 泽联斯基暗示中国外交官正在向第三国施压 试图阻止其参加和平峰会 这是否为真呢? 中国予以否认 随后,还有记者问 泽联斯基在新加坡表示 俄罗斯正尽一切可能利用中国影响力和中国外交官 来破坏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 中方有何看法? 跟上面的记者提问差不多的意思 目前国内没有关于泽联斯基在对话会上的演讲内容 现在看来,泽联斯基又乱说话了 除了言语挑衅,泽联斯基直接做专机穿越南海飞往菲律宾 和菲律宾总统巴克斯举行会晤 这就是明晃晃的挑衅了 这一年多,菲律宾持续在南海挑衅 最近在香港里拉对话会上更是宣扬其错误的南海立场 东盟国家都巴不得离菲律宾远一点 泽联斯基却不远万里过来和菲律宾交流经验 看来之前说菲律宾是下一个乌克兰 这句话非常正确 乌克兰以为能拿菲律宾来摇挟中国 简直是不自量力 从另外的角度来讲 泽联斯基加马克思 这是美国现在手中代理人能凑出来的顶级卡组了 美国两盘菜都打算上了 一个正在挨揍 一个即将挨揍 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